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文章呢 张大义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场全国皆知的绯闻 让张大义成为众矢之地 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还不算什么 资本市场的清算更是猛烈而直接 偶像剧里遇上总裁的女孩 人生开始飞黄腾达 但现实当中遇上总裁的张大义 商业价值损失了半个亿 2020年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对张大义来说特别不走运 11月25号张大义所在的公司 如寒控股三位创始人冯敏孙雷和沈超 正计划以每股0.68美元价格将公司私有化 简单来说就是如寒可能要退市了 这里如寒上市还不到两年 2019年4月张大义成了中国第一个 在纳斯达克敲中的网红 两年的落差令人感叹 也就只有财经圈的人会讨论一下 而当时如寒上市的时候 大家对张大义这个年销时宜的 网红女企业家讨论度空前 如寒当时也顶着很大的光环 中国网红电商第一股阿里巴巴集团 唯一入股的MCN机构风头无量 不过那个时候王思聪就点出了一些问题 营销费用将近1.5亿 而且营销费用全花在复印打造网红身上 100多个网红就一个张大义能打 他在2017到2019年占了收入的50.8% 52.4%和53.5% 可以说是撑起如寒的半壁江山 网红孵化 网红电商 网红营销模式不行 无法输入新鲜的血液 如寒想复制出更多的张大义 但是这条路一直走不通 反而越来越依赖张大义 张大义强大的带货能力 也让他变成年入千万的网红 张大义享有其名下网店利润的49% 2019年 他从合资公司当中得到的分红 就有1710万元 张大义的纪录片网红里 他成了现代女性最想成为的那种人 他就是每个女孩都想成为的模样啊 老板是挺好的 可谁想要成为冯敏啊 就想成为张大义 女孩们都想成为的张大义 到2020年 却成了被集体递死的风波女主 独立女性觉得 她事业上傍上有权势的男人 得来不够光彩 哦 原来背后有男人撑腰呀 家庭主妇压抑在平淡如水的婚姻当中 借着骂她的过程 得到了情绪高潮 舆论上胡调的张大义 事业上也被忘记了 一位MCN机构资深人士称张大义是微博图片时代的网红 可惜没抓住直播和短视频的风口就有些掉队了 网红因为流量跑到台前 一旦翻车流量就不理你了 比被人骂更戳心的是没有人关注你 原本咖位在雪梨前的张大义 现在关注度只有她的零头 今年10月 为双十一预热的狂欢夜 雪梨的直播间800多万人 张大义呢 只有60多万 雪梨老公发来的双十一战报 张大义的店连前30都没有拍进 曾有媒体问张大义 三五年后你希望粉丝对你有何种新认识呢 他的回答很有个性 过期网红变成一个企业家或者是商人 有童秀也没有关系 可惜张大义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虽还不至于彻底成为过期网红 但人气暴跌 一场风波又催垮了与他共生的企业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著名的金融家族 他们有一条家训是 远离坏运气的人 那些曾经飞黄腾达 但后来却连续走厄运的人 坏运气不止来自偶然的机会 更有可能来自过度的贪婪 鲁莽 胆怯 坏脾气 或者是道德卑下 可不公平的是 这种坏运气 在特定的情景下 经常只报应到某一方的头上 吊诡的是 承担坏运气的经常是女性 同样是道德底线低贪婪要更多爱的总裁 家庭仍在 事业仍在 总裁被除名合伙人 降级成M6 但仍是作为大将重用 双十一过后 作为老大宣布今年的战绩 八亿人参与双十一 成交量跟去年比起来 还有大幅提升 上层不会因他出轨 就丢弃一元大将 消费者也不会因为一个总裁出轨了 就不买东西 在道德层面 这个世界对男人跟女人 从来都是两套标准 这个世界对好女人的标准核心 仍旧是旧社会的温良公俭让 在现代社会又增添了独立自主 而且是不能借用外力的那种 社会对新女性的道德标准 是兼具旧社会软实力 跟新社会的硬实力 而对男生的私德标准 没有 你实力够硬 位置够高 就是能够得到社会的豁免权 而且这成了男人间 心照不宣的规则 金融大亨约翰摩根有一个观点 一旦婚恋投资得大 你的事业也将随之达到高峰 假如把婚恋视为儿戏 草率决定 随之而来的惩罚 将会是离婚 精神痛苦 以及存款金额的锐减 但这条规则 拿到男权社会来看 只有女人会被狠狠地惩罚 甚至因为她私人领域的过错 公众领域也翻不了身 同样是私人生活原因 李小璐现在被禁上所有节目 甚至连直播都被禁止了 但陈鹤 陈思诚 一点事都没有 陈鹤现在甚至可以营业好男人的人设 给母婴产品带货 斯德的双重标准 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 圣女与荡妇 现代人比较文明 荡妇这个词又有了很多细分领域 绿茶表 拜金女 捞女 小三 心机表 是的 家女 家女自旁的词 很多在现代语境里都不太讨喜 单身有钱的男性 40岁了 即使肚子秃秃 头发秃秃 仍然可以说 男人至死是少年 有钱单身的富婆姐姐 就会被说 没老公 没孩子 人生不完整 真可怜 男性成功者 在攀爬过程中 被大佬看中 别人会夸他 是金子总会发光 女性成功者 在奋斗过程当中 借了男人的力 就会被骂 处心几率 棒大款 成功大佬 出轨玩女人 嗨 男的有钱都这样 成功女大佬玩男人 别想了 能成功的女大佬 那都是灭绝事态 灭七情 绝六欲 没老公 没孩子 不然 他都会被问 请问你是如何 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呢 舆论力量真的很可怕呀 姐妹们 语言习惯影响思维习惯 我们昨天对男人的纵容 就是今天对女人的苛刻 既然各种女德层出不穷 那今天起 要不要也加强一下 男德教育呢 正常的男人 怎么会出轨嫖娼呢 正常的男人 怎么就不会带孩子呢 正常的男人 都要成功奋斗 照顾老婆孩子的 正常的男人 都不会打老婆孩子的 正常的男人 都会支持女人 好好发展事业 做他喜欢做的事 这难道不是最正常的事吗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 都像是奢望呢 最后我想说 这篇文章 不是为了洗白谁 而是希望正式舆论 对女性的恶意 在私德 自律 爱家 这些衡量因素上 男人能够和女人 站在一样的标尺之下 就像站在一样的阳光下 好 感谢收听 这篇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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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